在中國新疆渝田縣發生的7.3級地震 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這場地震已經導致6,334人受災 請看記者王小軍來自新疆和田的報導 2月12號17點19分 新疆渝田縣發生7.3級地震 2月13號新疆渝田縣政府發布最新消息 截至2月12號晚近23點 地震已造成和田地區渝田、策勒、民芬、洛普、墨宇五線 6,334人受災 轉移安置925人 死亡大小深處185頭 倒塌房屋122間 嚴重損壞房屋160間 在海直接经济损失3300多萬元人民幣 其中渝田縣受災情況比較嚴重 67間房屋倒塌 1067間強體開裂 死亡大小深處185頭 乔涵受損6座 站務人員傷亡報告 由於震中居民居住比較分散 排查工作還仍在繼續 另外2月12號 渝田縣政府已經為災民發放了救災物資 幫助災民安全過夜 目前各地救災物資正在陸續用往災區